要占5000块钱,穷游内蒙古30天,第16天 今日消费131 哈喽呀,早上好呀 今天我要去扎龙风景去了 我昨天已经买好票了 本来价格不是75吗 然后我鞋车买是63 又便宜了10块钱 又可以让我去吃一顿 昨天的自重盒饭了 我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去吃了一个盒饭 因为又想去吃了一个烤肉 可是我一个人又吃不了 我又来了 这个盒饭下午3点之后是13块钱 现在是15块钱 但是11点钟,但还没有上鞋 最喜欢的饭塔今天是用一个 主要就是它的锅包肉 明天是在吉他儿的 最后一天,明明一定会去吃烤肉的 毕竟其下的烤肉这么出名 昨天搞错了,这个才是锅包肉 这个好像,这个是什么 反正这两个我分不清 烤鲜,说出来你分得不清 第一次吃锅包肉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锅包肉 我也是吃的最好吃 最好吃,不过我更喜欢吃这个 怎么办 吃完就有罪恶感了 吃了我好撑啊 那个锅包肉吃了我最多 现在去坐公交车去扎龙风景区 在这个天城集团 这个门口这一旦 大论八道扎龙306站点 再去坐一趟 刚刚去买了一杯灭血 然后错过了12点钟那一班车 二十分钟一班,等下一班吧 买票,直接拿这个票上车就可以了 车程50分钟吧 然后整辆车就我一个人 特别不好意思 感觉跑了一辆车一样 如果你们在半路站点要上车的话 你们记得要伸手去拦他 不然的话师傅就不会停车 扎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就有8种 二级保护动物33种 扎龙是全球最大的丹宁鹤棋息地 丹宁鹤椰花迅飞时间 早上9点半11点 下午2点到3点半 景区开放时间7点半 到晚上的5点钟 4点钟就不让进去了 咱们进去了 人票提前两小时 一张请进 坐观光车 五座床的房子里下车 然后走路走两公里进去 现在是1点20分 差不多半个小时 走到那边就是2点钟 刚好2点钟放飞 可以赶得上的 刚听导游说走那边会远一点 往这边走近一点 咱们走这边 往那个圆球方向走就可以了 这个大圆球 是渣浓湿地博物馆 然后还要往前走 这真的 这里也有一只 它都不怕人哪 这个芦苇好高呀 哇那里好几只 结束了 现在2点钟的结束了 下一场3点半 就飞了一下下 然后就一直在贵大门吃鱼 原来后面是有房子的 它们养在这个笼子里面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一大片芦苇 藏在里面都没有发现的 这有一只 我这里撑凉了 然后 这里有两只 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的 这么多人围着它 让它一点都不怕 走了一圈 就觉得那个讯飞 稍微好看一点 现在去刚刚那个下车点 坐观光车回 景区的大门口 反车后车区 从1点20分进景区大门 现在是3点20分 出景区大门 我在渣龙风景区 晚了两个小时 然后现在拿着这个 车票去坐306回去了 在这个快餐超市 对面这里 公交车 在这里坐306 还是在我们今天上午上车的 那个天城集团 那个门口下车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了 我现在肚子还是好饱 好饱好饱呀 感觉刚吃了没多久一样 然后今天晚上就不吃饭了 我现在准备走路回亲旅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